一分钟带你快速上手球场机器人雷纳德 首先我们要知道雷纳德的球场定位是小前锋 成功方面他的主要得分手段是这两个技能 强力冲框和横向转身后哑 他们都可以再使用三段节奏突破后释放 是非常好用的得分手段 这里我们特别说明一下横向转身后哑 只要再释放趋入滑动摇杆就能触发 因为转身动作非常快 还可以利用摇杆选择转身方向 让防守球员难以预测 接下来我们来看雷纳德的防守 首先是雷纳德的被动破绽察觉 当有对方球员在雷纳德四公尺范围内持续运球时 雷纳德脚下的黄色能量条会持续累积能量 满了之后对方持球球员身上会出现橙色特效 意味着雷纳德的被动已经触发 这时出手超结成功率非常高 专门克制不爱传球的自干戈 除此之外雷纳德还拥有配合加速使用的奋力冲框 也就是雷纳德在防守的时候打开加速 即可对防守球员进行冲卡 不仅能撞停持球球员 还有几率直接超结得球 最后我们来看看雷纳德的绝招 力不透风 在没有触发被动时 这个技能是一段冲刺干扰 可以有效降低对手绝招的命中率 而一旦触发被动 这个技能则会使雷纳德在满足超结距离时 百分百超结得球 直接化身球权终结者 同时也推荐大家点出绝招的天赋技能制胜时刻 进攻时使用 可以在三分线两侧45度快速出手 完美复刻了雷纳德的绝杀名场面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天赋技能 每局只能使用一次 专打关键球 出手要谨慎哦 好了 以上就是雷纳德的上手架学 各位接球手 如果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欢迎留言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